醒目一摔啊,咱们是立刻开书 这回得紧着点了,又有好朋友问了 怎么还没打起来啊 今儿不就打起来了吗 就在乾隆三十年的七月 这勉王孟伯派出一支不到一千人的政府军 联合这个边境上的孟根吐司 散机猫凑胆子的,一共凑了几千人 偷偷的越过了借江,可就来到了普尔地区 那这个地区由谁管辖呢 这个地区啊,它本地有吐司 这个地方的吐司啊,叫车里吐司 车里吐司啊,受到袭击之后 一面组织自己的土链厂链进行还击 另一方面呢,派人就到绿营当中去求援 普尔地区有自己的这个绿旗的驻防兵 这有一个镇呢,普尔镇的总兵叫刘德成 这刘德成啊,接到这个前方的奏报之后 还真不敢自己拿主意,就派兵出去迎敌 为什么呢,因为啊,自这个大清开国以来啊 清免边境上的战士的绿营兵从来没管过 那都是靠啊,当地吐司的土链 或者是呢,这个地主厂主的厂链来迎敌还击 虽然呢,这刘德成也听说了 这皇上啊,曾经受益过新任云贵总督刘早 刘大人,不再对这个来犯的缅甸人手下留情 不过呢,这刘德成啊,必定没接到过正式的命令 所以他还得连夜打报告请示刘早 那这会儿刘早在哪儿呢 在昆明啊,刘早这会儿已然到任了 接到刘德成的奏报之后啊 这刘早一看就急了 身为一个大儒,一位学者官员呢 这刘早竟然拍了桌子 愤愤的跺着脚说呀 必须出兵迎敌 这刘早手上给婆镇总兵刘德成写着手谕 耳边呢,又响起了乾隆皇帝临出京时对他的嘱托 这段话呀,那是乾隆皇帝针对这个清缅之间的边士说的 在离京之时,乾隆皇帝就嘱咐刘早 此等丑类,野性难寻,敢于骚害边境 非大家逞创,为景凶丸而申国法 调兵尽脚,必穷力追勤,倒其巢穴 勿使根珠尽绝,边教肃清 有了乾隆皇帝这名是 刘早的心里算是有了底了 所以呢,这刘早自上任以来啊 一改,大清朝啊 在云南边境上对缅帝的态度 这回啊,不惯着了 没过几天,这铺尔镇总兵刘德成 可就收到了云贵总督刘早的这封手谕 那还等什么呀,发兵吧 一提到发兵啊,这刘德成又为难了 咱们前文书提到过,这云南一省绿营兵的住房啊 一共分九镇,加上这云贵总督的一镖啊 一共有十支绿营部队 其中这普尔镇呢,驻兵人数算是垫底的 只有啊,2651人 最大的镇呢,是昭通镇 一共有六千九百人 其他的镇呢,也都是三四千不等 这普尔镇呢,唯独也就比这个永贵镇的人数多一点 这永贵镇呢,驻扎陆营兵啊 一共是一千九百人 那有人就说了,那你为什么难呢 你这刘德成有多少人,你就派多少人嘛 既然呢,上面有皇上撑腰 又有这个都府的手谕 你这营里的兵啊,寝朝而出也就完了 那可不行啊 一个萝卜一个科,有很多重要的职位上啊 他不能缺人 所以这人呢,也不能都派出去 没办法啊,这总督的手谕啊 已然到了,你还能慎着吗 于是这刘德成没有办法 在营里啊,是扫了又扫,凑了又凑 终于凑出了一千名陆营兵 还好啊,这路上啊 又向各个这个土司部落召集了一些土炼 然后呢,又联系了一些地主武装的场列 这样啊,也算凑了两千多人 到了这个战场一看呢 这刘德成啊,算拍了大腿了 怎么着,他着急了吗 不是,他高兴的 他高兴什么呀 不用打了呀 这缅甸人呢,他撤兵了 这刘德成一琢磨呢 哎,既然你跑了呀 那我就得追 于是就率领这两三千人呢 一直顺着这个缅军逃跑的方向就追了下去 一直追到国境的边上 前边就是滚怒僵了 哎,这要不说呀 老天爷他饿不死瞎家桥 这好几千人呢 还真逮着了五个 因为受伤掉队的缅甸士兵 这刘德成一看呢 这样怎么往上报呢 跟这个总督大人说 我们这个大军呢 赶到这个战场之后啊 发现啊,人家缅甸人已经撤军了 赶到江边也没追上人家的大部队 在江边呢 捡了五个受伤的缅兵 给您带回来了 这这说太软弱士气了吧 不如啊,咱们编个小瞎话 咱们弄一个大点的动静 大点的战役啊 吹给这个总督听听 于是他就写这个奏报给刘早 他说这个末将啊 率领大军就来到了这个 车里吐司的关寨附近 一下子就和这个缅军呢 交上活了 经过这几天几夜的奋战之后啊 终于把这个缅甸人的打跑了 并且呀,斩杀入境缅人不算呢 还勤获了五名贼将 得,这五个伤兵啊 在缅甸的军队里都没升职 在这个俘虏营里呀 升职了,成将官了 这刘早接到奏报之后啊 看了看,要说他信吗 说实话啊,他还真有些不信 别看这个刘早书生匿器呀 他可不傻 这份奏报啊,他明显是有漏洞啊 你说你把这个缅甸人打跑了 可是这个奏报里也没提到啊 这个车里吐司 整个普尔地区受到多大的损失 被抢夺了多少财物 也没说呀,你这一场胜仗下来 从这个缅军手中抢回多少财物 那么合着,除了你逮到这五个人之外呀 其他的胜利都是你说我一听 这胜仗打的全在嘴上啊 和文书上了 但是呢,这必定啊,算是大吉 这刘早啊,怎么着 也得把这个消息转奏给乾隆皇帝 可是他就谨慎多了 他跟这个乾隆皇帝说呀 大军位置,免人望风顿走 清兵大吉 刘早啊,这封奏折发出去之后 还没几天呢 就在当年的十月份 可又杀回来了 这缅甸一封啊,又纠结了几千人 打到了普尔地区 这次啊,敌军来势汹汹,势如破竹 一下子就攻占了这车里吐司的 关寨所在地橄榄坝 这缅甸的先头部队呀 已然打到了丝茅地区了 这丝茅地区可都不在边境上了 这缅甸人这次啊,来势汹汹是非常的猖狂啊 竟然给这个清朝啊,发了这个文告 这文告上不是说呀 自此车里地区,车里是哪啊 哎,就是现在的西双版纳 西双版纳地区呀,正式归为缅甸领土 这刘早听完消息之后啊,觉得完了 这回啊,脑袋要掉 竟然呢,在我的管辖范围之内失了国土 赶紧是调兵迎击 当时啊,新任云南提督李时生啊 还没有到任 现在云南最高的这个军事指挥官呢 还是达起 这刘早得知啊 这会儿的达起正好在普尔地区寻阅 于是啊,赶紧给他发了一道公函 让他暂住普尔地区是协力战士 那么说,这达起手上,他有兵吗 他没有兵 他身边呢,只有这几百亲兵 本部的一标绿营兵啊 哎,这大帅不可能身边总带着呀 于是这达起就动用自己的能力 把自己附近的厂练土练 往自己的驻地集结 刘早呢,也就近的调集了原江 以及临安二府的所属土兵前聚支援 可是啊,这人数有限 加到一块儿啊,也不过才一千多名 到了十月二十八日 这刘早啊,作为当地的最高军政指挥官 也风风火火的来到了普尔 这刘早到了普尔地区之后才发现呢 这事态呀,远比他想象的要糟糕的多 原来这次敌军来犯呢,是兵分三路 一路啊,有猛龙滋饶九龙江 另外一路呢,有这个猛棒猛辣篡志橄榄坝 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 攻下车里吐司关寨的这支队伍 也是啊,这三股敌军当中的主力军 除了这两支敌军之外呀 清军还发现在整控江方向 也有免兵出现 针对此等事态 刘早也只能把自己手里有限的兵啊 又分出三路 这普尔总兵刘德成率领本部人马 于12月19日20日分兵出发 一路啊,奔九江方向 另一路啊,直攻橄榄坝 对于这个整控江方向的小谷勉兵 由参将何穷赵,游击名号,守备杨坤等 由司谋一路领兵驻扎整控江内 加以堵截 咱们在这儿啊,得交代一句关于这个何穷赵以及名号这支部队 那这支部队有多少人呢? 这支部队啊,人数不多 有六百人 让他们驻扎在整控江内是什么意思呢? 为的就是啊,怕这个敌军沿江而下 与其他的匪帮会合 到时候呢,这两支大部队啊 秦沙九龙江以及这个蒙壁等处的缅军 带到敌军溃逃 这支小谷部队趁势过疆 也能成夹击之势 那咱们既然说书嘛 咱就不要麻烦 咱们先说说呀 这两段主战场 这一路呢,就是九龙江方向 另一路就是橄榄坝方向 在这两路啊 这清军打的呢,还算不错 乘胜追击呀,就夺回了车里的宣伟土城 说实话呢,也不是特别的露脸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地区啊 都是这个缅甸人呢,主动放弃的 看样子呀 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在此地 过分的耗损兵力 才主动的撤离了这一地区 但不管怎么说吧 这丢失了的国土啊 总算是又收复了回来 这自卫反击战呢 算是没打输 那么有人说你用自卫反击战这个词准确吗 当然准确了 因为这个西双版纳地区啊 本就是大清领土 缅军至此啊 不但强掠财物 而且呀,下了昭文 把这片土地划进了缅甸 那这还不叫侵略吗? 所以清军的军事行动绝对算得上是保卫国土的自卫反击战 所以说呀,有很多人说这十全武功当中 这清军战争啊,是最没有意义的一次战争 我是最不同意 这前龙年清军战争一口气打了四场 我觉得呀,这四场战啊 哪一场打的都比较憋屈 可是呢,要提高到意义上呢 我觉得意义重大 那抗击外来侵略,这意义还小吗? 难道说这敌人打到了普尔不算侵略 只有打到了昆明,打进了京师才算侵略吗? 所以,这仗打的不好啊 和这个战争的意义,它是两码事儿 得嘞,咱们继续把这话头拉回到前线 这缅军呢,虽成了败事 但是啊,却迟迟的不肯撤出边境 这会儿的刘早啊 和这个清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官们 就想起还有一只偏尸 就埋伏在整控江畔 哎,对喽,这就是啊 何穷赵明浩以及守备杨坤 带领的六百陆营兵 清军的最高军事指挥部 下狱,让这支部队立刻渡江 对这个免军形成夹击之势 那意思就是说啊 你既然不设军 干脆就把你吃掉就算了 这将令啊,传到了明浩等的营中 这哥仨一商量啊 咱们各带着本部人马渡江 这本来啊,就六百人 归旗呢,还被他们拆成了三谷 这些绿营兵啊,久不经战事 这军事素养啊,极差 为了提高这个行军的速度 让这些绿营兵徒守行军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这个武器打成捆啊 在牛车上拉着 那这些绿营兵啊 溜溜答答就像逛大街一样 道歉这双手啊,好不轻松惬意 就这样的部队 您想想他能打得赢仗吗 结果就中了敌军的埋伏 就在乾隆三十一年的年初 这稀里呼噜逃回到清军本部的 只有一百来人 这一百多士兵啊 还架着一位受了伤的将军 这将军是谁啊 这将军就是游姬名号 这众围将官呢 凑过来一看这名号这会儿 已然奄奄一息了 就在左肋上啊 有一大窟窿 虽然已经包扎上了 但是还是慢慢的往外渗血 一问才知道这是什么伤啊 这是标伤 有人就说了 呦,这缅人部队里边 还有武林高手吗 这既然有标伤的 一看就是这燕子李三 和这个白威大侠的手艺啊 实际上是吗 那不是 什么标啊 是缩标 或者叫标枪 这史书记载的缅甸呢 也有骑兵 缅甸的骑兵啊 通常都是啊 标骑兵 那这大清的骑兵呢 通常啊 都是这个枪骑兵 或者是弓骑兵 那从哪区别呢 自然啊 就是武器不同 这缅甸的骑兵 除了配有逮刀之外呀 后背上还都背着几支标枪 那至于这标枪是怎么投掷呢 这奥游会里说的清楚这呢 我想啊 听书的好朋友都明白这呢 咱就不细着描述了 总之这名号啊 它重的就是一支缩标 这东西 它个头就比弓箭大 所以这创伤面啊 也比弓箭要深的多 一问才知道啊 只有这个名号逃回来了 这个何穷照和杨坤呢 这两员将官和手下人呢 不知去向 您想啊 能知道去向吗 刚一商量好了 拔营过河呀 这三个人各带着自己的部队呀 就分开了 然后就是中了免军的埋伏啊 谁也不知道谁的去向 等了几天呢 也不见回来 所以这刘早也只好就向乾隆皇帝汇报了 游击名号被贼飙伤 参将何穷照 等以墨于贼 刘早说那俩人呢 已经死了 那这打败了仗得有个原因吧 这刘早对乾隆皇帝的解释是说呀 此六百人由三员大将带领 因贪功冒进二将死于夹击 这乾隆街道奏报之后 一看呢 这气大了去了 前边打的几场胜仗 也无非就是收复了师弟 也没见你这前线呢 秦贼杀敌多少 这回呢 又损失了两员大将啊 好几百人 并且如此紧急之军务 你就别给我发圆通了 你怎么着也得一该给我发这个顺丰航空吧 那么说这乾隆皇帝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吗 不是 乾隆的原话是说呀 如此军机 何不用六百里飞地 总归呀 是嫌弃这个刘早啊 丙巴的速度慢了 冷静下来 这皇上一想啊 看样子这刘早一介如生啊 有年过六旬 不适合这个前线的工作 当年啊 把他派到这个云贵总督一职 无非是想啊 这刘早做过一任的云南巡抚 对这云南当地的风土 多少都有些了解 这么看来呀 还是得派一员的能打仗的人 到这个前线 于是这乾隆皇帝就密旨写下了三封调令 第一道 调云贵总督刘早任胡光总督 胡光总督吴大善 调任陕甘总督 陕甘总督杨应俊 接替刘早之职 任云贵总督 这密旨上啊 说是即刻调任 但是谁都知道 这种情况下呀 三角对调 没有三五个月的时间呢 这点事 他安排不利索 那在常理上啊 大家也能分析得出 哎 这最后动身的肯定是刘早 因为呀 这刘早这边啊 肯定不能先把战事抛下呀 跑去胡广上任 所以按常理说呀 等他调走的时候 应该是半年以后 哎 就在这半年当中啊 出屁了 出的第一个屁呀 还就挺想 什么事啊 已经报到朝廷战死沙场的 何穷赵和这个杨坤二人呢 回来了 并且呀 跟着他们俩回来的 稀里葫芦的 还有四百多兵 一点数才知道 和这出兵六百呀 只损失十几个人 那打了败仗了 又失踪多日 回来了 军事法庭得审呢 那谁审 自然是刘早审呢 这刘早审讯两员逃将 不要紧呢 这才把自己的脑袋 审丢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